今天我要教的是 电脑版 而且是Windows版本 看看皱脸的程度 注意我的脸的大小啊 噢 Oh my god 比如说这个 充斥 看到吗 中国很近的 就可以营造一种 很紧张刺激的感觉 第二个喜欢剪映的最大原因就是 它可以自动上字幕 嗨 我是可能 今天这个影片非常重要 必须学起来 看表提就懂 剪映终于可以在 Windows电脑上面用到了 哇 很开心 因为我终于等了它很久很久 剪映这个APP 大家应该都懂的啦 剪片神APP 就算你不会用Final Card Pro 不会用Premiere Pro 不会用电脑都不用 只要一APP在手 谁愿都可以剪片咯 那之前我以前有拍过影片介绍 教大家怎样download啊 怎样用啊 所以如果你是用这手机APP版的话 你们可以翻回去看 但是今天我要教的是 电脑版 而且是Windows版本 之前一直只有Mac版本才有吧 突然间就给我找到了 Windows版本 虽然只是内侧版 但是还是很好用啦 首先我们需要一台Windows电脑 我用这个呢 就是Huawei MateBook X Pro 2020款 然后就去下载剪映 这个下载的link呢 我就放在caption那边 你们自己去download啦 刚才我有讲到这个哦 只是一个内侧版本 意思就是它是还没有真正推出 只是给你一个强先testing的一个阶段 下载好了 叮叮 OK我们打开 然后点击开始创作 这个就是它的页面长的样子 有没有觉得很熟悉 它整个就长得很像Premiere Pro 有没有觉得 这样很专业的feel了 Actually它里面全部功能是跟手机APP 不是一模一样的 只是放大了罢了 首先我们来看 左上角这边有一个视频 这边就是给你放video进去的 那我的video都在手机里面 so我现在就先选几个 tic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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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时候你就会发现 有Huawei MateBook的好处了 现在是我手机里面的video 直接Huawei Share 搬去电脑 不用cable 而且touch print 直接拉哦 也是很方便的哦 OK 挂好档了 现在我们就要把这个video 放进去剪影里面 托进去 OK 全部素材进完去了之后呢 这时候你就可以按一下 然后按Spacebar Spacebar就是给它播放 OK 这时候你就要选 你想要的画面 拖下来 比如这个我要的 这个我拖下来 等起口 这个我也拖下来 看到这边有一条白线吗 那这个白线就是跟手机app是一样的 可以给你快速播放你的影片 快速看 剪片第一步就是要把那些EOO 讲错话的部分我们拿掉 这边太长了 我要剪掉后面这部分 然后你就会看到这边有一个分割的按钮 或者是Ctrl加B都可以 按一下它就可以把这段delete掉 你可以拉前拉后 把头跟尾都切掉 然后同样也可以调节讲话的速度 比如说现在是正常啊 OK 这是正常 这样我们打快的话 就会是这样 这里2.5倍 或者是放慢也可以 对不起不要进来 不要进来 哇 这个是太慢太慢了 然后我们也可以加一些动画 给它有pattern一点 比如说轻微放大 看到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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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键线 向上滑动 就是给它看起来pattern pattern主主 然后也可以调节亮度 就是看起来比较亮一点 反正就是跟app是一模一样的啦 可能位置有点不同罢了 所以你们自己大概大概找一下位置啦 最令我surprise的是哦 电脑版也有磨皮美颜的功能哦 Amazing 见证奇迹的时候到了 看看瘦脸的程度 注意我的脸的大小啊 对哦 Oh my god 而且它有一个button哦 叫做应用到全部 你只要按一下 你全部click就直接收脸了 你不用一个一个按 哇 我的脸真的很小 So happy 那至于素材库呢 就是你们一些准备 可以编编给你的一些画面 比如说 或者是 又或者是这个很出名的黑熊 直接track下去就可以用了 又或者是哦 你可以放这个下雪的这个effect 然后你放在上面 然后你在混合模式这边按 颜色加深 看一看 我一边讲话一边下雪咯 出山到出气都可以穿的 休闲款 还有今年中国很如新的国潮 剪映的音乐也是很赞的 里面分裂好了各种feel的音乐种类 比如抖音很红的 白月光与朱砂质 或者是卡点的 就是比较有beat的 或者是vlog style的 这些音乐哦 全部只要你drag下去就可以用了 但是如果你是上YouTube的话 就要注意版权啦 音效上面真的是太赞了我跟你讲 真的很喜欢剪映的音效哦 比如说有这个 还有你吗 还有这个 我太难 甚至还有这种的 这个全部都不用你自己上网找准备好编编给你 这个就是我喜欢剪映的最大原因 第二个喜欢剪映的最大原因就是 它可以自动上字幕 平时我们用PrimoPod上字幕 我真的是很很很花时间的 你要每一个每一个字去听 但是有了剪映之后 点击左上角这个 本文 文本 然后识别字幕 Magic 开始识别 登登 全部字幕就给我上好好了 7%之外我还超了 初三到初七都可以穿的 休闲款 还有今年 中国很流行的 国草 诶 我觉得很准诶 当然没有办法100%准确啦 但是哦 我觉得这样子已经很厉害了 这样因为我们这种是马来西亚式的 Rodja 花 它很难100%准的 初三到初七都可以穿的 休闲款 还有今年 中国很流行的 国草 那这时候呢 我们只要把这个字 换一点点东西 比如说 加一个stroke 或者是 就是加一点花字在上面 就直接可以用了 然后大小再换一换 诶 就可以用了诶 弄好颜色弄好字幕 现在就轮到sticker跟effect啦 这边有一个贴纸 然后我们就可以选自己喜欢的贴纸 放下去 比如说这个 还有今年 中国 或者是 这款还有今年 中国 都可以 那特效方面呢 也可以有很多种 比如说这个 也很流行 Bling bling 好 但是我自己其实是 最最最最最喜欢这个漫画的 因为哦 你放好漫画之后 它的感觉不一样的 比如说这个 虫子 看到吗 中国很流行的 就可以营造一种 哇很紧张刺激的感觉 不然就是这种 就是活光 这时候就可以营造一种 热辣辣的气氛的感觉 另外呢 还有转场 就是transition 比如说动漫闪电 我们把它拖下来 放在这边 给你看看效果 或者是动漫火焰 也同样拖下来 看到吗 看到吗 噔噔 这些transition 其实之前呢 我们在Premiere Pro 都是要上网 另外去 download 但是在剪映哦 你是完全不用 它里面就有了 OK 接下来给大家听一首 好听的音乐 醒不来的梦 十足 你是我触碰不到的红 醒不来的梦 寻不到的天堂 一步好的痛 太好听了 我觉得Harmond Kunder speaker 播出来那个摄影者很好听 OK就用它 OK现在我们已经剪好了 你就当作我剪好了 我们就导出 就是export 这边有一个button 按下去 现在目前剪映支持最高 4K 60fps的这个视频导出 所以其实我觉得很够用了 不过来剪辑4K影片的话 对电脑的配置也是有一定的要求 你蛤 你不要看我用这台Mable X Pro 好像薄薄这样子哦 其实它内置 Intel Core i7处理器 还有MX250显卡 所以表现妥妥的 测试完Windows版剪映之后呢 我的新的就是 它根本就是手机 F版搬去大screen罢了 全部功能都还在 最大的差别就是哦 现在你可以用滑鼠 可以用键盘来操作 而且那个画面哦 直接变很大去 像是我用的华为Mable X Pro 是3.9寸3000x2000分辨率的screen 平占比91% 剪片的时候 屏幕就是满满我的脸 剪接的bar也变大了 整个使用体验哦 就是比较爽 我之前 我之前就是用手机剪的时候 手机真的是太小割了 剪一分钟影片剪到 我流眼泪 你知道吗 眼睛很辣啊 那当然剪映部 是一个专业的视频剪接软件 目前有很多一些 专业的剪接技巧 还是没有办法做到的 但是 如果你是for一些业余的普通用户 像是我这样 诶不是像是我 我不是 你想要随时剪一下片啊 上下IG story 上下YouTube啊 像下抖音啊 其实剪映是很够用的 重点不用钱的嘛 就是一个零成本 又可以剪片的神工具 所以大家 赶快去download 去testtest看吧 今天的影片到这里结束了 我是可人 下次再见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谢谢大家